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对于演艺圈的明星艺人来说,过气风光不在,这些词可以说相当致命了 他虽然肯定了某个艺人曾经走红的事实,但更多的是对其现状表示唏嘘 跟随事业巨大滑坡的到来是艺人收入和自尊心的落差 这一点我们看看下面这12位TVB艺人的遭遇就能感受到 1.陶大宇 昔日当家小生也难逃过气的阴影,陶大宇就是代表 但在2008年左右,陶大宇便逐渐消失在演艺圈 而那段时间纹绕在他身边的新闻即是和无限花旦郭县妮之间的婚外情事件 陶大宇起初是暧昧回应恋情并各种维护郭县妮 但之后却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公开讽刺对方私生活作风有问题 然而,这一轰动全港的负面新闻 对双方的演艺事业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往后的好几年时间里,陶大宇都没有影视作品问世 他经常接一些商演,据说酬劳只有几千块 还自己报住宿费 到了2021年,陶大宇因翻唱《倒转地球》而引起关注 事实上他不仅唱破音、走音 肢体动作也非常夸张滑稽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活得出去的作风 博得了近年来情绪不佳的香港网民的一笑 坦白说,陶大宇的行为也并无出格之处 但看到曾经的小生变得这么滑稽灰谐 多少会让人有些唏嘘 2.罗家良 作为TVB颁奖典礼的首席世帝 TVB首位三届世帝 罗家良拥有一系列经典作品和角色 在音乐方面,他拿下百金销量 并在宏馆联开两场个人演唱会 成为首位在宏馆开歌唱的TVB艺人 但在2002年获得第三次世帝之后 罗家良依然北上 2008年,罗家良结束了10年的婚姻 但仅过了一年时间 他就和现任妻子结婚 这件事在当年也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不过这件事并无实锤可证明 所以也仅止于议论 而等到他下一次再引起关注 则是在直播带货上 他还在直播间重现之前作品里的经典片段 而且罗家良脸色很不佳 虽然年纪也确实上来了 但那种疲惫状态 更多的是让人感觉他身体不好 不管怎样 还是希望他安好无恙 3.温兆伦 温兆伦出道不过几年就出演了大爆剧集 然而在2005年离开TVB北上发展之后 他也再无代表作 最新一部作品还是2015年拍的 在此期间 他也出现了几个比较引人关注的新闻 比如在露天上演时 想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结果现场的观众却不配合 他只好和主办方握手来缓解尴尬 另外一个便是在直播间卖女性卫生用品 这几乎可以载入艺人带货史册了 尽管如此 这场直播的观看人数也并不多 4.魏俊杰 魏俊杰年轻时高大帅气 当时也算是TVB颇为器重的艺人 但最终难逃过气的魔掌 婚后在妻子第一次被拍到 和男性友人亲密互动时 他表示自己对老婆很信任 但同时也希望对方尽量注意下举止 当记者把这些照片摆到魏俊杰面前的时候 他居然现场念起了佛语 而女方的态度倒是干脆得多 他直言自己已经和丈夫分房睡了五年 并表示正准备离婚 5.李启红 自参加港界比赛获得继军之后 李启红便成为TVB的签约艺人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在往后的几年时间里 李启红参演了许多知名的影视剧作品 还多次入围金马奖和金像奖 但之后因为家族遗传和工作压力 患上心理疾病 与此同时 她的脸色也因为生病开始变得憔悴 再无以往活泼精灵的状态 之后她到加拿大学了两年的护士课程 最终顺利取得资格证 成为了一位精神科护士 而就当大家以为她再无付出的想法时 李启红却多次在社交平台上回复网友的问题 她坦言自己并没有退圈的意思 只是没有工作邀约 事实上不只是她 好几位TVB艺人都是一线明星和男神女神级别的人物 观众在看到他们过气 甚至是不那么体面的现状时 有落差感 更容易心生感慨 6.麦长青 麦长青当年通过TVB组织的超级新星大赛 成功展露头角并进入娱乐圈 因为外形的原因 麦长青并没有获得许多导演的青睐 而长时间的没有回报 让麦长青也没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 之后她便去儿童节目组担任主持人 这次转型让她成功了 也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定位 但这个时候的她却遇到一个难题 那就是父亲患上重病急需用钱 为了能让父亲的病症得到治疗 麦长青除去主持人行业之外 还接了许多部戏 这个选择让她彻底跌入谷底 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演技经验 也没有多少真材实料的本事 演的大多数戏都非常的烂 后果就是导致麦长青 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好口碑 一下子溃散 儿童节目也正式将她辞退 但为了挣钱 即便处境再怎么不佳 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随着时间推移 没想到麦长青竟然真的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通过一个角色又一个角色的积累 让她有了演戏的心得 就这样到了52岁 这个时候的麦长青 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事业心 但她也并不想退出演员这个行业 但无奈她与TVB的合约逐渐到期 她开始着急 直到合约彻底到期后 TVB仍然没有和她签约 麦长青只能被迫离开这个行业 麦长青十分的失落 甚至一度陷入自我怀疑 然而获不单行 因为妻子被骗陷入官司一事 引来债主上门讨债 麦长青也被牵连进去 据她透露 妻子一共损失了近400万 消沉了许久之后 麦长青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颓废下去 要振作起来维持生计 因此她便将自己的积蓄 拿出来开了一家小餐馆 餐馆的生意还算不错 甚至有时撑得上火爆 最忙碌时 麦长青还会亲自骑着小电车去周围送餐 那时她还嗅到了各大视频平台的生机 于是她将自己日常的生活片段和旅行日记都记录下来 现如今她的账号已经做得颇为出色 也吸引了不少主办方的注意 谈到这几年的经历 麦长青虽然难免感伤 但更多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7.陈言行 众所周知 TVB虽然在磨练演员演技上有一套 但也特别容易将某个艺人定型 陈言行即是其中一员 随着年龄的增大 他将重心几乎都放在了公益事业上 除了偶尔客传一些影视剧 很少有曝光 然而陈言行在接受电视访问时 称自己被骗保了2400万港币 在当时得知被骗之后 陈言行先后向银行和金管局进行投诉 却一直没有结果 无奈之下 他只好上节目 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向相关单位施压 最后他与银行及保险公司达成共识 金管局也表示会认真处理 8.谷明华 谷明华在TVB作配多年 一直到2012年 48岁的谷明华才凭借巴不得妈妈 获得了TVB最佳男配角 事实上到这个年纪 而且还是在TVB 奖项的加持力度并不大 而且在那段时间里 谷明华的女儿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医疗费用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 为此他只好拼尽全力攒医药费 日常工作强度非常大 有时甚至连续50小时开工 然而好不容易等到女儿病情缓解了 她却又患上了疾病 这一事件曝光之后 也引起了香港演艺协会的关注 经过协商 该协会决定每月给谷明华发放补助金 9.高俊文 年过60的高俊文选择离开TVB 随后报名参加了两个月的高级保安课程 最终他顺利考到一级认可资格 并成为了一家百货公司的保安 曾经有记者问他是否有回来拍戏的想法 他直言这份工作的收入比以往当演员要高 而且稳定很多 10.陈思琪 因经常出演妹妹的角色 所以陈思琪也被称作是TVB玉勇妹妹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陈思琪发觉自己不可能一辈子靠外貌挣钱 加上一直都是担任配角 收入也一般 因此他便离开了TVB 但出演艺圈之后 陈思琪选择了按摩行业 起因是他的母亲患有50间 在进修完相关课程之后 他正式开始就业 工作期间 陈思琪也经常遇到认出他的顾客 但他心态倒是平和 并不会觉得因此不舒服 在圈内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11.陈国锋 凭借《超级巨升2》获得关注的陈国锋 唱功得到了不少专业评委的肯定 在这之后 他得到了主持综艺节目的机会 还获得了2011年TVB颁奖典礼的最佳节目主持人奖项 2016年结婚之后 他和妻子先后生了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 陈国锋也开始参演电视剧 今年来形势不稳定 陈国锋决定开始兼职 搬运工、健身教练及司机等各种工作 他都有做过 对此陈国锋表示 被认出来也不怕 靠自己劳力吃饭不丢人 12.赵乐贤 TVB演员培训班出身的赵乐贤 之前在电视剧《纯熟意外》里 曾有过精彩的表现 在结婚生子之后 赵乐贤的生计压力逐渐变大 而单凭TVB的薪酬 已无法支持他的家用 因此赵乐贤便兼职做起了装修工人 起初他一方面不敢让演艺圈的同事 知道自己是装修工人 一方面也不愿意让工友们知道自己是艺人 吃饭的时候他都戴着帽子 生怕被认出来 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但尽管如此 赵乐贤都没有放弃做演员 哪怕都是绿叶配角 他都觉得很珍贵 不仅是上述中的12位TVB艺人 演员一旦过了当红期 事业大幅滑坡是无法避免的 大家会感慨于金不如稀的落魄 会因为他们的过气而唏嘘 但对他们来讲 可能就只是打分工而已 能赚钱就好 不管怎样 希望认真工作的艺人们 都能得到和付出相匹配的收入 大家好 这里是Just的娱乐 我是娱乐小鸭阿鱼 每天为大家准时送上 新鲜的八卦新闻 记得准时收睹 TVB在辉煌时期 曾拍下不计其数的经典电视剧 凭着这些电视剧 很多积极无名的TVB艺员 一下子就变得 截之相闻红透一时 不过 娱乐圈这碗饭并不好吃 它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之快 很多艺员红是红了 但却只是昙花一现 能长年一年不倒的 是少之又少 故此 有些议员拍着拍着 突然间就没了消息 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他们都去了哪里呢 你还记得他们吗 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 经过短暂的消失后 又回归到荧幕之前 但也有一些人 消失多年之后 就再也不见踪影 今天我们就来回忆一下 那些消失的TVB旅行吧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陈秀文 一号黄庭系列 和再见一世老婆等剧的热播 彻底奠定了 他在90年代中期 TVB的一姐地位 1996年 陈秀文 过当亚视主演 再见艳阳天 结果该剧大受欢迎 打破了无限的惯性收视 在TVB一台独大的香港电视圈 算是不小的奇迹 1980年 陈秀文与林郭雄 因出演 《咒语中的阳光相恋》 二人与1987年结婚 婚后 陈秀文老公林郭雄 因为欠债失踪 使得陈秀文被人追债 甚至于2008年 还被贴了大字报 陈秀文因此一度患上焦虑症 2011年 陈秀文与林郭雄 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结束了28年的婚姻 同年 为帮助香港学生辅助会 林酬劳出演舞台剧《情归何处》 并出演数字定 《严冬里的春天》 此后 便很少看到她的消息 梁小斌 1990年香港小姐季军 被周润发评为 最有演戏天分的港姐 曾为TVB当红一时的 当家花旦 素有古装皇后之称 她的代表作有 《鹿顶记》里的阿柯 《圆月弯刀》的青青 《少年梁柱》的朱英台 1998年事业高峰时 突然选择离开吴县 并在2000年嫁给一人陈家辉 2007年 梁小斌产子后隐退 婚后12年 梁小斌曾一度与电台主臣 王志凯传出绯闻 但夫妻二人立正感情未变 2012年 梁小斌付出娱乐圈 偶尔拍拍电视剧赚钱养家 刘亦翠 便于香港演艺学院 最为观众熟知的是 《鹿顶记》里的 刁钻泼辣的剑宁公主 酒吧版《贴龙八部》的阿子 其实在拍《鹿顶记》前 她就已经凭 《妙街皇后》 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和最佳新人奖 演技备受认可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刘亦翠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 因为她并没有 紧身香港一线明星的行列 她觉得 距离自己当初的梦想 还有不小的差距 因此 她产生过放弃演艺事业的念头 她曾试着去做生意 但她在生意场上走了一遭后 觉得那并不是自己喜欢的 自己真正喜欢的 还是当演员 如今 《调整好心态》的刘亦翠 依然在各种电视剧里扮演绿叶 虽然从小女生变成了阿姨辈 但她仍然希望自己的新角色 能得到观众的肯定 徐豪颖 1993年 与刘德华拍摄MV而入行成为演员 在录等级里饰演方怡 在拍摄录顶纪内两年 徐豪颖就和陈一迅恋爱 不过那时候的陈一迅 还是个没名气的小歌手 1999年以后 陈一迅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徐豪颖便不在拍戏 安静做陈一迅背后的女人 徐豪颖曾因穿衣风格和大手花钱 被广泛关注 但其实只要陈一迅没意见 我们这些看客也无需过多评价了 陈慧山 美籍华人 香港著名女艺人 为前无线电视一线女演员 主要主演了多套受欢迎的电视剧 演出角色 都是专业人士 代表作有 一号豪婷系列 见证实录系列 妙手人心系列 创世纪系列等等 曾被誉为 千禧年代 无限五大当家华丹之一 2006年 陈慧山与经理人钟嘉宏在美国密婚 2007年怀孕后宣布吸引 育有一女儿 钟绿燃 2012年4月 陈慧山老公钟嘉宏宣布破产 陈慧山全面复出 郭可颖 香港著名女演员与模特 主演过刑事征集档案 欧记实录 以及创世纪等多部 签制人口的作品 2004年 郭可颖与香港艺人林文龙结婚 婚后安心打理家务 逐渐淡出演艺圈 后来林文龙出轨的丑闻爆出 大家才发现 郭可颖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也许郭可颖非常珍惜这段感情 因此他们夫妻仍在一起 而据传出身 富贵之家的郭可颖 也接手王妇的亿万塑胶生意 陈少侠 曾改一名为陈采兰 因16岁拍摄电影 既得香蕉成熟时而为人所熟悉 后来加入了无线电视 成为旗下议员 鹿顶机中的双二 小江湖中的月灵山 苗翠花中的李小桓 他饰演的这些角色 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但好景不长 后来因其丈夫生意失败 夫妻关系变差 两人离婚收场 2008年 陈少侠付出 签约亚洲电视ATV 并拍摄剧集《法网群英》 2011年 陈少侠患假装腺争争 长女得糖尿病 前夫促世 靠领取救济金困难生活 靠着信仰 他度过了难关 并在教会里认识了 大陆富商黎文辉 2016年 两人在教会 由牧师见证下成婚 希望这一次婚姻 能为他带来幸福 李其红 1994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获得季军 及最受传媒欢迎奖项 然后开始踏足香港娱乐圈 他主演过多部电视剧 神雕侠侣的郭壤 以及《绝带双交》里的张晶 等角色 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冲锋队怒火街头 扮演的女警察 2004年 李其红与加拿大级丈夫结婚 结婚后产下一子 目前演出明显减少 基本淡出演艺圈 2008年 李其红复出拍摄了《绝带双交》 2013年出演爱情电影《北京一上戏亚图》 如今人到中年 他早已失去了少女的灵气 但由于热爱运动 仍然充满着活力 曾华倩 1983年考入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毕业后加入无线电视台 主持儿童节目 430穿梭机出道 1985年 在首部作品《雪山飞狐》中饰演苗若兰 同年 与梁朝伟合作《新扎师兄》系列 1988年 主演了情景喜剧《公司三文志》 1982年 年仅17岁的曾华倩 在无线议员训练班 认识了年仅20岁的梁朝伟 两人展开长达六年恋情 在这六年中 三度分手 在1988年中正式结束 1989年 曾华倩在拍《欢乐山城》的时候 与陈廷威相恋 1993年 二人分手 并有不与圈类人拍拖的想法 1996年4月 曾华倩与拍拖三年多的 香港世界美发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兆基结婚 1999年 带下儿子林浩贤 2002年离婚 曾华倩抚养儿子 2015年初 曾华倩暂时退出目前工作 主要照顾儿子林浩贤到国外国内参加各种游泳比赛 刘锦玲 1989年参加亚洲电视议员训练班 毕业后 签约亚士受到力捧 主演了警匪剧 法本无情和历史古装剧 满清十三皇朝 1993年 刘锦玲与黄日华 曾华倩合作 主演了商战剧 银湖 在剧中饰演阴险毒辣 但却是最后的赢家 江凯伦 1997年 刘锦玲与黄日华 主演武侠剧 天龙八部 饰演甘愿为爱牺牲生命的阿珠 给观众留下深刻影响 可以说刘锦玲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演员 她外形条件不差 演技也不错 而且有不少好的机会 但她偏偏就不红 90年代中期 刘锦玲加入了无限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她却自爆被人下药侮辱的新闻 导致被公司血藏断送了前程 落魄后的刘锦玲以卖保险为生 至今没有结婚 目前偶尔登台演出 以及做做教会的一工 杨玲 出生于演艺世家 1985年加入无限 在多部电视片中参与演出 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是 无限重头剧 大时代中饰演的方米 目前已退出演艺圈 现从事服装行业 张玉珊 15岁时在街上被星探发掘 接拍了第一个乡口交广告 毕业后当上歌手及转排电视剧 就此步入娱乐圈 在《新上海滩》中 张玉珊出演了汪月琪 在《片中传奇》 她出演了《献宝儿》 在《妙手人心》中 她出演了欧家平 她颜值虽高 但始终没有大红 不过各种绯闻让她关注度很高 她曾先后被爆出和李润华 古天乐等有关恋情 但对我人所知的 是她和向华盛的恋情 便是香港娱乐圈大腕向华盛之后 25岁的张玉珊就退出娱乐圈 转行从商 创办修身堂控股有限公司 2003年 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 29岁的张玉珊 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主席 身价高达数亿 韩军廷一名混血 1997年参加亚洲小解读的冠军 婴儿进入娱乐圈 在亚视期间 韩军廷参加了多出电视剧的拍摄 包括乌琪有个肥大佬 肥猫流浪七二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 都占颇重戏份 由于在亚视多年未见突破 2001年 韩军廷转头无限 参与了街大欢喜和 动赌神探等剧的演出 2010年 韩军廷宣布暂时退出娱乐圈 之后移民到了新加坡定居 为家人打理家族生意 同时陪伴在新加坡多年的双亲 2014年韩军廷被爆出在浴室滑倒 撞歪鼻鼓后接受整容手术 重返观众视线的韩军廷 样貌大变 判若两人 曾被港媒大肆报道 陈松林 香港无限TVB90年代的当家花旦 1986年参加TVB举办的 叶倩文歌唱大赛 以粤语经典临时时分 获得冠军而签约无限TVB 笑看风云的林真烈 天地男儿的方巧容 新上海滩的冯城镇等等 陈松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个经典角色 但是就在他当红的时候 却突然不见了踪迹 很多人都以为他的消失是因为爱情 但真正的原因是 他当时遇到了人生中巨大的挫折 彼时他与经纪人Bobo Hess一起住 所有银行都是联名户头 虽然有物业 但买的时候他都没有签字 并不在他的名下 因此 后来陈松林与经纪人产生矛盾 被扫地出门 十五分文也就不难想象 假之正好遇上父亲去世 双重打击之下 陈松林患上了忧郁症 险些结束自己的生命 幸好 虽然历经各种坎坷 陈松林始终不言放弃 2006年 他与内地演员张朵 因拍摄电视剧《血味冷》而相识相灭 同年 陈松林定居于北京 与TVB解约并减少拍摄剧集 2011年 陈松林向媒体宣布已与张朵结婚 2016年 陈松林回朝 无线电视拍摄《全职默女》 剧集推出后反映理想 陈松林再度引起观众注意 郑雪儿 新加坡歌手和演员 1997年 与郭福成合作 拍摄自由一广告 而加入了圈 然后加入了香港无线TVB 他曾出演了《流行花园2》 《创设计》等作品 因参演穿越剧《寻情记》 而备受关注 还出有多张个人专辑 有一段时间 他是相当的火 各种娱乐八卦杂志 都在争相报道他 当他出演了《暴烈刑警》 和《神偷刺世代》之后 很快就没有了消息 原来 2010年 他嫁给了新加坡GHM 酒店集团大股东的儿子 目前在新加坡 及日本经营餐厅生意 今天说的这些明星 你都记得吗 你最怀念的是哪一个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小编的分享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